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超 我记得在上个星期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提过 就是现在国内物价疯涨的这个趋势呢 很像当年的1988年 那我个人觉得呢 它跟88年不同的一点 第一 它整个食品的 就是人们日常用品的价格的增长的幅度和增长的这种速度类似 但是最不同的一点是88年的时候 老百姓的房子都不用掏钱 乡大部分都不用掏钱 掏一点点房租 但是今天它最大的不同就是老百姓的日常收入的相当的比例 要付房钱 要给自己买的房子和买的车付那个贷款 在这个背景之下 如果日常用品再次涨价 涨幅和速度跟88年相媲美的话 那带来的影响和那种伤痛 我个人感觉很可能超过当年的1988年 那后面1989年发生了六四事件 直接就是88年通胀带来的一个结果 当时的反关岛 反的就是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 康华公司作为代表 那今天要想反关岛 反太子党所控制的所有国内的所谓的大型国营企业的话 和倒房子的人的话 那就不是一个邓朴方 不是一个康华公司了 各个地方 各个城市都可以找到 这个地方和城市的关岛和老百姓发泄的对象 所以这个地雷埋大 埋了一个原子弹 网上有篇文章是德国之声说的 文章的题目是这么讲的 通货膨胀是北京的新病 中国各地物价上涨 而且主要发生在普通老百姓最能感受到疼痛的领域 仅11月的上旬 食品价格同期上涨10% 而18种主要蔬菜的价格上涨了62% 所以中共当局宣布要控制物价 南德意志报 他在报道当中说 由于中国大部分居民仍然有相当多的收入 用于购买食品 所以食品价格在中国人的消费价格指数当中 占了三分之一 而1989年通货膨胀加剧更是激起了天安门事件 此后北京把严防通胀作为头等大事 11月17号公告表明 说这一话题重新提到了国务院的政治议题上 文章接着讲说 物价上涨的程度各地区不尽相同 从而更为加大了其社会的爆炸力 也就是说物价上涨出现地域差异 那有些地方的涨幅就更加剧烈 那同样讲说 股市已经对中共当局发出的信号是一种不安的反应 而且上个星期连续暴跌 那人们担心反制通货膨胀会使得经济增长刹车 这样将严重打击世界经济 而法兰克福评论报说 长期恶化的消费气氛将破坏政府改变经济模式 和使内需成为经济发动机的计划 为此央行认为在10月19号之后 会再次提高基均利率和商业银行准备金比例 那这个动作已经做了 08年之后 所谓投放市场4万个亿 本来是为了扩大内需 不成想4万个亿被官员们控制了 那官员们控制之后呢 就把它作为投资 而不是消费 看起来一个局面就是市场活跃 但实际呢 却是埋了一个大地雷 文章里他也接着说呢 在这样双重作用之下 人民币明显就要升值 那中国可以进口廉价的进口产品 杀住物价上涨的趋势 那中国的货币币值本来就低 从而导致了与其他国家的冲突 那我觉得这是外国人看问题的理论上的分析 那实际上的分析呢 我们绝大多数普通的中国老百姓 有多少人有能力去买进口货呢 就像我刚才提到 因为绝大部分现金财产都掌控在极少数的 这些官宦家族的手里 大陆的天主教会呢 一直想跟这个梵蒂冈能够搞好关系 那中间最最关键的问题呢 就是中共政权本身 那网上有条消息呢 是最近刚刚发生的事情 BBC的报道是这么说的 陈日军批评中共自行任命主教呢 是可耻的 文章提到呢 对于中共当局不顾梵蒂冈的警告 而自行任命成德区的主教 那罗马天主教的主教陈日军呢 提出了批评 梵蒂冈发言人早期呢 就已经曾经指出 郭金才神父的祝圣 是未经教廷的批准的 因此是非法的 将破坏教廷与中国之间的 正常的改善的关系 而这个BBC的记者韦利呢 从罗马发来的消息说 正在罗马的香港教区的 荣休主教陈日军 星期六指责中共当局的决定 是可耻而且是非法的 那作为宗教信仰来讲 本身跟政治是没有关系的 跟你政权也应该没有关系的 作为信仰本身呢 他也不是去在行政方面 去统治什么东西 那今天中共呢 越过他去任命自己地区的主教 无外乎就是把今天国内的 所有的这些信仰政治化 这种政治化就让我说 就是把它魔鬼化 把正常的信仰魔鬼化 那魔鬼化的目的是为了 便于他的统治 因为共产党来的就是撒旦魔鬼教 赵连海这件事情呢 在这个香港引起了轩然大波 无论从民间还是他所谓立法会的议员 本身呢影响都非常大 因为他本身是一个极其经典的范例 就是中共本身利用法律来打击 所有被他不认可 或者说认为对他有威胁的人 事情机构所有的一切 所以法律算个P在这一点上再次表现出来 苹果日报的李平又写了篇评论 评论的题目呢叫赵连海冤案对香港的警示 文章上来提到的赵连海这件事情 在香港政界和舆论引起的强烈反弹 显然出乎了北京的预料 那无论是北京相关机关和驻港的中联办 都至今为止呢不敢贸然回应 不过同样是要求北京立即释放赵连海这件事情呢 在泛民主派议员和亲中人士之间呢 依然心态上有些差距 可是这一宗案子对香港的影响和警示 会越来越深远 无论北京还是港府都不可能等闲视之 那这里提到呢赵连海这件事情呢 是不折不扣的冤案 但是赵连海的律师李方平和彭建 至今无法进入看守所呢 与赵连海这个会面 所以当局视法律如无误 越加显示所谓的法庭的审判 审讯和判决 不过是一场闹剧 中共本身所宣称的依法治国 建设法治国家是一种莫大的讽刺 李平呢追溯了历史 他说早在八十年代的时候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呢 当时的人大委员会委员长彭真 对有关法大还是党大 这个说法的时候 他自己的回答是 我也说不上来 而当年的最高法院的院长江华 曾经坦白的这么说 过去在人民军队和革命根基地里面 抓人杀人都是党委审批的 已经形成制度了 文章提到呢江华说的这样的制度 到今并没有改变 从中央到省市县各级党委都有一个政法委 那负责指挥公安检察法院司法工作 涉及到政治的案件更是审判骚 他说更是由政法委本身直接来导演的 检察官法官只不过是跑龙套 在香港的上层商界也好政界也好 他们一顾及到自己利益的时候 跟共产党穿一条裤子的时候 他一定会演变成这个样子 所以香港本身法治已经受到了威胁 达到美帝国主义 美国人老跟咱中国人对着干 这是党宣传之后 我们在贴子上 在很多网站上 甭管是五毛党 三毛党 两毛党 一毛党 五分党 他都在这么说 虽然忽悠起来呢 弄得很多人 包括出国的普通人呢 有些人也在这么想说 美国人就这样 美国人就那样 结果网上有这么一段笑话 这笑话说的非常的生活 我觉得很有意思 既生活又是笑话 但是揭示出事情的真相 那这笑话的题目叫 中美开战父子谈 儿子像说了 我长大了要参军保卫祖国 那防止美帝国主义入侵 老爹说了 你屁呀你 说家里你都保护不了 你保护什么国家 他说你说说 美国人要抢你什么 国家有什么让你保护的 儿子理直气壮的就说了 保卫我自己的土地和家园 老爹就黑黑一乐 你扯淡的你 你哪来的土地啊 连房子你都买不起 你上哪买家园去啊 你既是名儿子 你有钱你买了房子 你只能买的是70年的使用权 家园和土地还不是你的 那儿子又说了 说不对 美帝国主义一直想吞并我们 结果当爹呢 反问他 说你和你的同学不是老想出国吗 出国了 你吞并之后 你还就省了出国了 不就出不了了吗 儿子一听说 是这道理啊 对了 说不能让他们给吞并了 吞并了我们华人 就成了二等公民了 他爹就回答 说你白痴啊 你喝白水长大 你脑子有毛病啊 进水了 说美国人能有那么傻吗 美国人才两亿多 那中国人有十三亿 那如果两亿多 美国人把十三亿 中国人给吞并的话 他的政府是民选的 明儿不就成了 中国人成了美国总统了吗 所以美国人不会干这傻事 儿子一听说对 老爹你说的对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美国人真的入寝的话 那我干脆给美国人带路去得了 结果他老爹一听这个 过去给他儿子一个大嘴 说你真傻呀 傻到这份上了 你以为美国人真进来的时候 能轮得上你带路吗 咱们村长 咱们市长早就在那排队了 准备给美国人带路了 那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